谁?蓝旺基和魏无羡并肩而立,两个人牢牢地将小团子护在肿中间。 对此,魏英和蓝湛表示还算满意,至少年轻的他们反应得还算快。 这也就是魏英和蓝湛没打算隐藏自己的行踪,不然就以他们两人都已经化神的修为来说,想要他们发现不了,可就真的太简单不过了。 正是因为没有隐藏,魏无羡和蓝旺基这才轻易地发现了魏英和蓝湛的行踪。 是我们,宝贝还不快过来。 魏英和蓝湛笑眯眯地从暗处走出来,当然笑眯眯的只有魏英一个。 蓝湛依旧是冷着一张脸,只不过和现在年轻的蓝旺基相比,未来的蓝湛身上多了一丝温情。 你,你们?魏无羡的眼睛一下子睁得大大的,万万没有想到竟然出来的人跟他和蓝湛长得一模一样。 而小团子看见魏英和蓝湛后,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他从魏无羡和蓝旺基的中间出来,直愣愣地扑进了魏英的怀中。 爹爹,父亲,我好像你们啊。 小团子乖乖地蹭了蹭魏英的胸口,很明显他认得出来这两个才是他的爹爹和父亲。 只是小团子有一点搞不明白。 爹爹,为什么有两个你和父亲啊? 是不是爹爹又做出什么法器了? 魏英笑眯眯的捏了捏小团子鼻子当然不是哦,宝贝你要不要自己猜猜。 蓝湛一看魏英的样子就知道他要坑自己的儿子了,但是他却轻轻地弯了弯唇脚,什么都没说。 任凭魏英坏心眼地坑自己的儿子。 反正魏英有分寸,不会做得太过分的。 你们,就没有什么要和我们说的。 魏无羡挠了挠头,悄悄地凑近貌似是未来的自己旁边,然后拐着弯地问道。 魏英笑眯眯眯地看了年轻的自己一眼,重复的话我不想一次说两遍,还是等回去云身再说吧。 不过在回云身之前,先把水里的东西解决了。 说着魏英的眼中一抹星红一闪而过,下一刻水行渊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然后彻底烟消云散。 魏无羡震惊地看着未来的自己,想不到未来的自己竟然会那么厉害。 一时间,他看着魏英的眼神都亮晶晶的。 魏英突然笑了笑,抬手呼噜了一把自己的呆毛。 放心吧,以后我会教你的。 魏英。 看着两个魏英的相处,两个蓝湛同时微微皱眉,然后分别将自己的道路拉开。 对比魏无羡震,而魏英却笑得一脸甜蜜。 他就知道蓝湛不管什么时候,醋意都那么大。 行了,我们先回去吧。 一边说着,魏英对着年轻的自己露出了一抹同情,与此同时还带着一些幸灾乐祸。 只把魏无羡震看得一脸猛逼,觉得未来的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了。 不过没等他多问,魏英就一把抱起小团子,然后对着年轻的望羡震招招手。 别愣着了,回去吧。 蓝湛牵住魏英的手,一家三口的背影看起来无比的和谐。 这边小望线羡慕地看着前面一家三口的背影,未来他们也会那样的。 两个魏公子和两个蓝二公子一起出现,惊呆了整个云深不知处。 魏英好笑地靠在蓝湛的身上,眼睛笑得都眯成了一条缝。 果然蓝家的小弟子们都非常的好玩。 看看拿几乎要震惊掉下巴的表情,越看就越可乐。 小家伙,你还记不记得自家的雅正啊? 魏英笑眯眯地调戏蓝家的小弟子。 以他现在的年纪来说,这些弟子可不都是小家伙。 只是魏英自己玩得开心,竟然完全没有看到他身旁的蓝湛眼神默地变身了许多。 线线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为什么还不多长一点心? 你家二哥哥就是一个绝世促筒啊? 你的腰还要不要了? 父亲,你怎么不高兴了? 小团子的情绪敏感,一下子就感觉到蓝湛身上散发的不高兴。 你别不高兴,琪琪亲亲你啊。 蓝湛的醋意被自己儿子的一句话打破了,他柔声道。 别担心,琪琪,父亲没有生气。 小团子疑惑地歪着脑袋,可是他明明刚才就感觉到父亲生气了呀。 别说小团子疑惑,小魏无羡一脸猛的,不过小蓝忘机但是猜得出来蓝湛为什么不高兴了,不就是吃醋了吗? 他也经常这样的。 想到这里,蓝忘机颇有些委屈地看了魏无羡一眼。 魏无羡,但是对面的魏英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小团子背后的意思。 他的身体微微一僵,连忙讨好的对着蓝湛笑笑。 蓝湛面无表情地看着魏英不说话。 完了。 一瞬间,魏英心里只有这一个念头了。 想着自己要倒霉了,魏英眯了眯眼, 轻轻地自己一眼,怎么能够他一个人倒霉呢? 同样都是一个人,怎么也该有难同当啊? 魏无羡突然感觉背后一两,总觉得自己好像要被什么给算计了呢。 不过,他们并没有在外面停留太久, 得到消息的青横军和蓝起人很快就出来把大小两个蓝忘机和魏无羡都带回了韩室。 父亲。 蓝湛有些激动地,贪婪地看着青横军的面容。 他都几十年都没有见到过父亲了。 哪怕以前青横军一直都在闭关,不经常出现,但是父亲就是父亲。 蓝湛一向都很重视感情,之前因为温室的缘故,蓝湛都没有见到青横军最后一面。 如今看到活生生的父亲,蓝湛心里的激动都说不出来。 魏英是最了解蓝湛的,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伤心了。 蓝湛,父亲还在。 蓝湛抿了抿唇,恩了一声。 一看未来蓝湛的样子,青横军心里疑痛,很明显在未来的那个世界里,他应该早就去世了。 不然阿湛这个孩子就不会是如今这个表现了。 一瞬间,青横军突然就觉得自己闭关当真是一个错误。 他伸手摸了摸蓝湛的头。 阿湛都长大了,自己都有孩子了。 说完,他也慈爱地看了看魏英我可以叫你埃英吗? 当然可以了,父亲。 魏英笑眯眯地说道。 反正他脸皮厚,直接开口就叫父亲了。 青横军笑了笑,总算放下了心。 未来有这两个孩子携手,很好。 阿湛和阿英都是好孩子。 大望线都过来了,自然就不再让未来那种惨烈的情况发生了。 首先最让大卫英满意的一点就是,小魏无线已经脱离了江家了。 虽然,他自己还懵懵懂懂的不知道具体是怎么脱离的江家。 但是,只要小魏无线离开江家了, 那么就有八成的机会不会出现他们未来的那种情况了。 而剩下的两成则是因为温家了。 如果他们不曾过来,或许还需要担心一下温家, 但既然大望线已经过来了,那么温若寒就不再是一个威胁了。 虽然因为这里的天道不算, 大望线目前只能够发挥出金丹七的实力。 不过就算如此, 对付一个金丹七不算的温若寒还是很容易的。 最主要的还是要让小的望线尽快地提升修为。 而且,魏无线是必须要修炼怨气的。 灵怨不平衡,乱葬岗不解决。 这个世界早晚会爆发灾难的。 所以,魏无线必须修炼怨气, 平衡阴阳灵怨, 提升世界等级。 大的望线将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大概地说了一遍, 但是对于他们两人之间的那些伤害都只是一笔带过了。 父亲,我和蓝湛能够留在这里的时间不多, 趁着机会我会帮助小鹰修炼怨气。 那么之后的事情就交给你们自己了。 大卫鹰说道, 就必须要修炼怨气吗? 蓝起人紧皱着眉头, 就连小蓝望鸡都是满脸的担心。 她只害怕怨气会伤害魏鹰的身体。 叔父不必担心, 我都修炼了这么多年, 早就已经完善了轨道。 你们不必担心。 未完善的轨道是伤身的, 但是已经完善的轨道你们可以放心。 毕竟我现在可是化身期修饰了。 不信你们可以问问蓝湛, 要真是对我的身体有爱。 蓝湛是绝对不会同意我继续修炼轨道的。 大卫鹰知道蓝起人一时之间接受不了怨气, 但是更多的是害怕怨气伤身。 只是现在被大卫鹰完善的轨道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如果真的有爱, 大卫鹰自己就不会把它交给小卫鹰了。 当然了她因为修炼不完善的轨道, 导致后来经历的那些遭遇, 大卫鹰一点都没有说。 不管如何, 现在都过去了。 她有蓝湛, 有家人, 还有儿子, 足够了。 听着大卫鹰轻描淡写的话, 大蓝湛的眼中快速地闪过一抹痛苦, 她的蓝湛实在是吃了太多的苦了。 如今因为他们的到来, 小卫鹰不用经历这一切挺好的。 想到这里, 大蓝湛偷偷地给小蓝旺鸡传音, 将所有的的事情全部都告诉她, 所以, 小蓝湛, 你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卫鹰, 千万别让小卫鹰和江家有一丝一毫地牵扯了。 记住, 做事的时候别让卫鹰知道。 最后, 这是大蓝湛对小蓝旺鸡的警告。 江家的事情他们偷偷地处理了就好了, 这事情就不要让卫无羡知道了。 大蓝湛永远记得江碗银满口的脏话, 还是不要让江家人喷粪的嘴污染卫无羡的耳朵了。 小蓝旺鸡狠狠地捏拳, 眼中杀气凛然。 她一定要更加努力才行, 现在她的修为还保护不了卫鹰。 蓝旺鸡, 你要更加努力才行。 好半天, 蓝旺鸡定定地看着大蓝湛, 然后成功地从大蓝湛的口中得到了她未来修炼的法门。 之后, 大卫鹰把小团子交给清衡军带着, 然后他带着小魏无羡去乱葬岗闭关修炼轨道了。